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周深接受专访被媒体谈到纳英时,回答太真实了,直戳要害,台下的纳英脸色瞬间变绿。 面对现在的周深,纳英一定很尴尬,不知他是否后悔过,责怪自己当初看走眼了。 当初第三季中国号声音,周深以一手欢言惊艳的众人,齐琴,纳英,杨坤三位导师为他齐转身,纳英忍不住惊呼,你比女生唱得还好。 杨坤也激动地说,你的声音真的是我从事音乐这么多年少见的一种声音,跨越了年龄,跨越了性别,你的太多可能性了。 周深即经思考,最终选择了纳英战队,然而他的经验却只在这个战队里匆匆一线,组内PK的时候被淘汰了。 当纳英选择了李维,对周深说出了一个毫无理由的理由,对不起周深,我喜欢李维。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,人的际遇往往就是如此荒诞,不是因为你是否努力,而是全凭一个人的生杀大权,他就那样被纳英无情地抛弃。 虽然纳英也表现得很挣扎,流下了痛失良才的眼泪,惹得周深和李维都跟着落泪,但又不得不让人觉得他惺惺作态,他要选择谁其实早有计划。 这种厚词薄笔的尴尬,总得有一个人让人们自觉无奈的由头,无非是把自己的喜好演变成现实的无奈罢了。 纳英虽然选择了李维,可是李维依然没能肩负起纳英的众望,被李家格子直不为八强。 当然,我们也不能否认李维的强悍,汪峰就说了那样的话,李维一直是我的一个遗憾,我是那么想得到他。 梦想导师张信哲也对李维的场功赞不绝扣。 奈何李维最终同样落败,那时的周深还只是一块未经雕琢的普玉,相貌平平无奇,透着黑底的面容,怎么也让人联想不起偶像小生的未来之路。 他从小到大都不曾被人看好,即便在这个顶尖舞台,他依然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,64强似乎就成为了他人生的天花板。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样貌平平无奇的追梦少年,最终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。 一,痛苦的人生造出的一个意外。 他的声音为什么会成这样? 周深1992年出生于湖南农村,父母在外打工,他就成了典型的留守儿童。 爷爷奶奶能教他的就是挑水,做饭,煮猪食,从小就学会了吃苦,养成了吃苦耐劳的豪品性。 三年级的时候,父母才把他接到贵阳这个大城市,让他接触到了更为宽广的世界。 也是在这里,他唱歌的天赋才慢慢体现,进入学校合唱团,在学校比赛中多拿一次登奖。 在这一段时间,可是可以说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回忆。 有父母的疼爱,还有自己的荣光,那时的他声音清澈,歌声婉转,那些荣光让他看到了梦想。 然而,当他进入青春期,别的孩子声带早已变化,他却还是那样奸生奸气的声调。 加上个头不高,老师被同学嘲讽,说他娘娘腔,更有人说他是人妖,不男不女。 2010年,高考失利的周深被父母安排去乌克兰就医, 打算学义成归来之后,到家乡老老实实当个地方医生,了且此生。 可是学医的路却成了一场痛苦不堪的回忆。 由于人生地不熟,语言不通,学医反而成了次要的,翻译成了最大难题。 一天要上好几门功课,连语言意思都没搞清楚。 主要面临考试,最终结果就是经常挂科,即便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,也依然不能改变什么。 这让他很迷茫,更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的是,老师对他也很不友好, 别人都能好好听课学习,反而让他成了一个擒杂工, 让他去扛解剖尸体,让个这个1米6的孩子要被1米8的沉重尸体, 而那颗被冷落的心比尸体更沉重。 他不得不思考,这条路真的适合自己吗? 在很多个夜深人静的夜晚,他都在被窝里煎熬,心里也在寻找。 他回忆起曾经唱歌时给自己带来的欢乐,是纯粹的,发自内心的愉悦。 这么多年,这种感觉就像是错觉,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真实, 因为生态的原因,他放弃了最真实的自己。 现在上来,自己的内心依然在为音乐燃烧, 他一直在逃避别人的嘲讽,也是在逃避那个并不自信的自己。 然而,父母同样不理解他的煎熬,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孩子会在音乐的道路上有希望。 在他们的眼里,男孩子唱歌就应该是带着阳刚之气, 而不是不男不女的声调。 于他们而言,周深这样的选择无异于让他们有失颜面, 让人说三道四,说自家儿子是个女孩。 周深内心的担忧逐渐动摇, 别人都在推着自己的梦想前进, 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拿出勇气去试一试呢? 参加完节目,万一自己被唱片公司看上, 那是不是就可以让自己用最喜欢的音乐养活自己? 最终在64强内部PK中,纳英抛弃了这颗棋子, 选择了看起来更易于人们接受的李维。 高晓松说,我自己不惜代价, 从个人腰包里投资一张我喜欢的歌手的唱片只有三次, 曾经的小科和朴术,还有就是现在的周深。 为什么他要选择周深呢? 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,喜欢,人好。 他带领高加班的尹约、钱蕾等人,历时三年时间, 亲自为周深打造了周深的第一张专辑《深的深》。 当纳英再次面对周深,毫不吝啬赞美之词, 现在的周深和当初好声音时的他太不一样了, 当时的他害羞、腼腆,如今却活泼、自在、灵敏。 他也的确该感到意外,这个曾不被他看好的少年, 而今成了他不可指点江山的人物,着实打脸。 变得从容自信的他,频频出梗,成了粉丝们快乐的源泉。 有粉丝让他换头像,他就可爱地喊着,少管我, 让女粉丝瞬间破防。 每次粉丝给他写信,他会俏皮地回应,写短一点。 演唱会上有女粉丝高呼,周深快娶我。 周深有趣地怼道,你又不是快递,我娶你干嘛。 他因为身材比较矮,时常穿增高鞋。 记者就问他,你什么时候不垫增高鞋垫呢? 周深笑着说,睡觉的时候,问他男女粉丝都掉水里了,会先救谁。 他居然说,一个都不救,不会有用,可以帮忙打120,或者喊救命。 叫救命,他是一绝。 这脸皮嘴可不是一般的厚,更是让他全粉无数。 他之所以会变得这么自信,从容,其实与他长时间经历流言蜚语不无关系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 请关注。